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爱究竟是勇敢还是悲哀呢 年轻时代的爱妮是上海街头一道美丽的风景 就连她的蘑菇头造型也被拍成照片放大 被表了起来 放在国营的明星理发店橱窗里作为火招牌展示 不过时过境迁 如今的爱妮早已是迟暮美人 婚姻也不尽如人意 丈夫是一名出版社的小编辑 靠每天辛辛苦苦的爬格子 赚取那并不算丰厚的工资 维持着家庭的日常开销 女儿则正值任性二丸的年纪 与爱妮顶嘴更是常事 加上爱妮自己目前代业 整天都无所事事 久而久之 雍禄琐碎就成了生活的代名词 面对这些 爱妮倍感失落和无奈 而唯一的慰藉 就只剩下了去做头发 每次在去理发店的路上 爱妮的脚步都显得格外的鲜快 当吹风机的暖风扶过脸颊 将法丝吹得轻飘飘的飞起来时 爱妮总会闭上眼睛静硬的去享受这一切 那一刹那仿佛过去的好时光又都回来了 而理发师阿华与爱妮认识已久 不仅手艺精湛 外形更是生的十分俊朗 多年的相处 让她与爱妮之间 慢慢已然滋生出了一种若有若无的暧昧情愫 只不过两个人都很默契 将这份感觉埋在心底 谁都没有去点破 到了这天 爱妮再次来到理发店 店内却声音冷清 原来阿华还没有到 等待过程当中 一位浓妆艳抹 衣着时髦的女子也走进店里 吵吵闹闹的就要找阿华 而爱妮一听声音就知道 对方正是自己曾经的朋友露露 虽然说以前她只是爱妮的小跟班 不过却因为嫁的好 现在已经摇身 从小跟班变成了从美国归来的富太太 此时爱妮自尊心作祟 不愿与之争锋吃醋 所以存心装作没看见 不愿跟她打枪 但这露露还是发现了爱妮 先是表情夸张的打亮了爱妮一番 然后又大声笑着嘲讽爱妮 那一成不变的蘑菇头 已经过时了 爱妮听了自然非常生气 好在旁边的主管见状 连忙上前给爱妮帮枪 更是声称蘑菇头永远不会过时 还顺带夸赞了一通爱妮年轻时的风光 这才令爱妮转入为喜 此时阿华也来到店里 露露立刻就粘了上去 各种撒娇套近乎 想让阿华可以跳过爱妮 先帮自己做个发弦 在阿华拒绝之后 露露又表示愿意出十倍的高价 阿华却依然不为所动 并走到一边开始为爱妮整理头发 露露索性就撒泼大哭了起来 弄得爱妮也被吵得心烦意乱 只得起身让位给了她 在离开理发店后 她又去往了服装店 陪好友试她新定制的旗袍 接着她便开始抱怨起了理发店如意的味道 已经变了 去的人素质真是越来越低 再也不似从前的那样舒心 好友觉得既然如此 不如就不要再去了 但是爱妮神情忧愿 更是表示若是连做头这场乐趣都没有了 那就真的算是自暴自弃了 闲聊当中 好友更是感慨 像爱妮这样的美人 嫁的这般潦草着实可惜 于是拿出了一套意大利的手工雷斯睡衣 并送给了她 可爱妮却不知道到底该穿给谁看 丈夫的性格木讷无趣 在家里只会叠叠的说着 大米又涨价了 公司要重组之力的琐事 让爱妮是万分的不耐烦 何以解忧呢 大概就唯有做头 打扮得漂漂亮亮 爱妮又一次来到了明星理发店 但是阴魂不散的露露 却偏偏又要从中作梗 将爱妮的好心情破坏殆尽 好在阿华再次温言化解 还言爱妮在打烊之后再回来 才使得爱妮重新绽放笑颜 到了晚上 爱妮如约而至 阿华倒并没有急着给她做头 而是递上了一杯咖啡 两个人就这么安静的等待着 没有人打扰 且什么也不用想 在爱妮的心目当中 貌似这才是理想生活的状态 等到回到家 丈夫依然在灯光下马自 见爱妮回来 便忙将最近的稿费所得 全部交给了她 而爱妮拿着钱 心里忽然有些小小的感动 在洗过澡后 特意换上了套蕾丝的睡衣 喷了点香水 然后坐在丈夫的身边 摆出种种撩人的姿态 但丈夫看着爱妮 说的 确实这件新裙子很贵吧 一句话 就如同一盆当初的凉水 把她的热情 全都消灭的干干净净净 到了第二天 当爱妮兴冲冲的来到理发店时 却看见店内挤满了时髦的女郎 她们和露露一起 左促右拥 将阿华围了个严严实实 其中的一名女郎 在做完发型之后 还故意把钱塞在胸口的衣服上 以纳阿华去拿 这阿华执意不肯 高声喊来主管帮忙 好不容易才从窘境当中解脱 露露更是称怪 这阿华完全不解风情 有便宜都不会债 接着又窜坐主管 将出窗里的老名片 爱妮的照片拿掉 换上自己这张新名片 为了不失去录录这个大客户 主管也只能咬咬牙 便同意了 而一旁的爱妮目睹着一幕 屈辱与难过一起涌上心头 冒着雨就冲了出去 之后 阿华特意约了爱妮在家边见面 她大赞女方温柔体贴 还说很喜欢和爱妮这样的关系 彼此没有任何的要求 但是又存在着那么一点点的期待 爱妮也是内心欣喜 表面却依旧不蓝不惊 见了阿华 因为忙碌而导致频频肝痛 便取出一把钥匙 称自己有间小房子 便在理发店附近 阿华中午可随时过去休息 可当阿华的手伸向钥匙 中途又犹豫的缩了回去 那时爱妮才反应过来 此举可能会引起误会 于是也很不好意思 赶紧收回了钥匙 不再提及 而另一边 露露作为理发店 心境的代言人 态度已经开始越加骄纵 但同时他也不停的抱怨 理发店实在太老古董了 只有一个阿华能够拿得出手 主管听着忽然叹了口气 自嘲说道 他老了 派不上用场了 不过反正理发店也快关门了 自己到底有没有用场 似乎也无所谓了 原来上级公司 嫌弃理发店的经济效益太差 于是决定将其关闭 所有的员工 要么回公司轻松安排 要么自谋出路 这个消息 倒是让爱妮与阿华都很失落 阿华不知怎的 竟然建议爱妮不如换个发型 因为她保持这样的发型 已有十年了 但这个时代 却在不停的改变 像露露那样的女子 可是巴不得一个星期 就换一次发型 爱妮根本就不屑和露露比较 但她看来 《蘑菇头》是阿华的经典之作 曾在全上海都流行过 如今只剩自己一个 她绝不愿意 看着她就此消失 于是爱妮想到了 找好友投资 帮阿华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但是阿华又吐露 其实她根本就不习惯 理发师这个职业 只因父亲早逝 母亲又没有工作 迫于升级的不得已 她在高中没有毕业 便接替了父亲 在幸福理发店的岗位 而且阿华也很明白 虽然现在的身边 热热闹闹 但归根究底 她吃的不过是一场青春饭 也许再过数年 便会像主管一样 变成派不上用场的老鼓动 这发自飞幅的一番话 倒是说得爱妮很是伤感 接着爱妮生日在即 好友就能为她举办一个派对 而爱妮认为 此事本应丈夫来做 现在却有好友代劳 觉得是丢了面子 难免对着丈夫又是一通抱怨 责怪她穷酸无能 让自己过得样样都不如人 而丈夫又如常保持沉默 直到听见爱妮说她不要脸 方才恼火起来 表示自己不偷又不强 努力的工作养家 并没有什么丢人的 虽然没能给爱妮荣华富贵 但也算是借尽全力 再说当年她也并没有逼爱妮下架 爱妮之所以选择自己 只不过是看中了她的母亲 在美国 有着移民的机会 可谁想母亲的忽然过世 令爱妮希望落空 可这也并非她所能控制 丈夫的语调越来越低沉 说这么多年来 她都从不抱怨 可却并不代表心里没有怨恨 爱妮叹息 这婚姻是一场赌博 她依然赌输了 虽也曾想认命 但在想想还是不甘心 或许只有和阿华在一起 才可以暂且忘掉烦恼与纠结 到了生日会上 爱妮和阿华亲密的相拥而舞 而阿华却问起了爱妮想要什么礼物 爱妮想了一会儿 笑着说 想让阿华为自己洗一次头 就是这么简单的要求 阿华当然爽快答应 散步回去的路上 天空下起大雨 两人只好躲在了一处无人的狼颜之下 阿华脱下外套裹住爱妮 彼此虽然没有言语 但四目相对 交织的却全部是浓情蜜意 下一刻 爱妮主动拉起了阿华的手 放在外套里自己的身体上 阿华则情不自禁的亲领了对方 但如火一般的缠绵 却被阿华再次突发的肝痛给打断了 爱妮给出了贴心的建议 在去医院检查过后 阿华住到了那个她曾经提到过的小屋子里 这样爱妮也便能够好好的照顾她 而此时阿华低着头 眼神似乎闪烁不定 而爱妮似乎并没有注意 只当阿华默许 在回家之后 她默默的帮丈夫和女儿整理好了衣柜 便开始收拾行李 打定主意要离开这段失败的婚姻 去寻找那丢失已久的爱情与幸福 丈夫并没有阻拦 反而鼓励她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到了末了 还拿出了早就买好的礼物狩猎 待在了妻子的手腕上 不过爱妮已非是铁石心肠 此刻眼眶中也充满了泪水 说的话也难得真心 她拒绝了丈夫塞在手里的钱 还说以后会找份工作好好生活 拎着不多的行李 在丈夫和女儿的住室之下 离开了居住昨年的小楼 来到了期盼当中的爱潮 哼着小曲把房间收拾的温馨整洁 还特意在门口摆放了两双拖鞋 但等着深夜 阿华都没有出现 于是爱妮心急的打电话询问 才得知她已经患了肝炎 需要住院隔离 那一刻爱妮本想去探望 却谁知在街头看见了阿华好好的正在搬东西 另外还有一名女子 正在动作亲尼的给她擦汗 利斌还在说着 已经帮阿华办理好了法国的签证 很快就能去巴黎的美容学校学习了 那一刻爱妮顿觉天旋地转 陶冶似的离开现场 而阿华也看见了爱妮 到了第二天 她便早早的等在爱妮家门口 想跟她解释这一切 但爱妮却完全的都不想听 在挣扎拉扯当中 阿华还是将事件的原委说了出来 原来和阿华在一起的女子叫安维亚 已经寄予阿华已久 在理发店关门以后 便提出了可以和阿华合伙开一家美发沙龙 阿华可以以基础入股 且每年可以增加15%的股份 5年以后 这家店就完全归了阿华所有 至于这么丰厚的条件 得拿什么交换 即便阿华没有明说 可能答案也呼之欲出了 事已至此 爱妮无话可讲 她只有含着泪 听听的说了声祝福 随后转身下楼 而阿华则猛的叫住了爱妮 表示自己欠了她一份生日礼物 希望女方能够给她一次机会 遇行承诺 爱妮终究还是心转答应了 于是两个人一起回到幸福理发店 看着店内熟悉的摆设 不免百感交集 而阿华也重新烧起了锅炉 当热水缓缓的流过发间 感受到那来自阿华手指的温柔 爱妮也不由的浑身 苏软难耐 此刻阿华内心充实不舍于愧疚 意识情难自控 终于该发生的和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在激情消退以后 爱妮平静地坐着 让阿华先走 并且不要回头 爱妮本想说些什么 却都被爱妮打断 最后她也只能按人离去 直至此时 爱妮才忍不住 放声痛哭起来 时光匆匆而过 爱妮最终还是开了家美发店 只不过不是为别人 而是为自己锁开 她不再留着那蘑菇头 当她走过阿华的发现工作室 看见她悬挂在外面的巨幅海报 也只是稍作停顿 脸上的笑容里倒是写满了释然 而路边招揽生意的小哥哥 走过来问她 要不要预约做头 爱妮只是说了句 我不做头了 随后便沿着街道 潇洒地朝城市的远方走去 作为一名一演员 冠志林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 却并非演技 而是那过人的美貌 甚至是某些和富商的画边新闻 虽许是为了想要摆脱花瓶的称号 留下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迎评代表作 所以42岁那一年 关志林便接拍了这部 由关锦鹏任监制 由他来当大女主的做头 虽然说电影的设定有着无数的硬伤 甚至还有激情戏码作为噱头 但上映以后 影片本身就没有火 反而倒是 关志林和霍建华的绯闻 被媒体传得火热 在那之后 关志林宣布吸引 为其原因 他的回答是厌倦了 而不在拍戏以后 他的专注力反而都放在了生意场上 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不过说回电影 做头的定位是一部文艺片 大多时候节奏都偏缓慢 未经世事的年轻的女孩 可能会觉得她乏味 但撇去一些过于矫情的片段 以及观美人怪怪的吐字 发音不谈 若你经过岁月打磨 说不定 稍微的能从中吸品出些许味道 而片中 爱妮风韵犹存 与其说是沉迷于做头 倒不如说 她是沉迷于缅怀逝去的青春 当她真的孤注一掷抛弃家庭 准备和阿华双宿双飞的时候 却发现对方和她是一样的人 同样是将爱情婚姻当成赌博交易 一旦成功就能赢得未来 这次爱妮才彻底醒悟 不再去追求虚无缥缈的风华雪月 只是不知道夜深人静的时候 观之林是否会后悔 青春年华时 在黄金年代的香港影坛 没有机会留下属于自己的芳华影像 我是树梅秋木 感谢你选择与我一起学路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